公元54年10月13日,皇帝克劳迪因食物中毒而死亡。无论克劳迪死亡的真相究竟如何,最终17岁的尼禄顺利继承了皇位。 尼禄出生于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他的母亲阿格里比纳是罗马帝国乌大维的嫡系后裔。 尼禄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离世了,不久母亲又因为家族得罪了当时的罗马皇帝而惨遭流放,这导致年幼的尼禄一度身无分文,所幸被姑妈抚养才免于流落街头。 据说尼禄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请来了几位当时罗马最有名气的战兴师,当这些战兴师观察了尼禄出生时的异常形象,竟异口同声地对尼禄的母亲做出了一个恐怖的语言。 这个男孩有朝一日将会当上皇上,但是当他登上地位后将会残暴不仁,甚至会杀死自己的母亲。 他们劝说阿格里比纳在大祸还没有降临的时候抛弃这个孩子,但是阿格里比纳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只要他能坐上皇帝,其他的都由他去吧。 十几年之后,战兴师所预言的事情竟真的发生了。阿格里比纳成为皇后,在她的权力劝说下,公元51年,她的丈夫克劳迪将尼禄收为储君,并将与前妻所生之女嫁给了尼禄。 阿格里比纳在尼禄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请了当时享誉罗马帝国的著名学者做尼禄的老师。 克劳迪死后,阿格里比纳继续施展权术,她一面指使禁卫军团控制罗马局势,并果断地处使在军事方面的反对派,使军事集团屈从于她的势力之下。 同时,她又迫使早已无多大实权的元老院,俯身听命地把一切权利交给她的儿子。 阿格里比纳拥有很强烈的权力欲,尼禄在逐渐成年之后对母亲干政开始感到不满, 不再对母亲言听计从,阿格里比纳很是不满,威胁尼禄,如果她要是不听话,就扶植即将成年的幼帝代替她。 在公元55年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尼禄把毒放进了弟弟的酒中,年仅14岁的弟弟因引入毒酒痛苦的精卵时, 尼禄一边津津有味地继续吃饭,一边若无其事地解释说,这只不过是在发癫痫病,使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但是杀死弟弟后,尼禄还是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最高权力,这让她十分恼怒。 此外,阿格里比纳还对尼禄的婚姻进行干涉,并导致了母子二人的反目成仇。 公元59年,尼禄突然大发烟情,邀请母亲到别墅度假。尼禄特别定制了一艘华美的小船接送阿格里比纳。 尼禄在船板上做了手脚,企图制造阿格里比纳意外淹死的假象。 尼禄一勺往日帝王的威风向一个孝顺的儿子轻轻搀扶着衣着华丽的母亲走上游船。 她摆下丰盛的宴席,和母亲一起怅饮。她厉勤地为母亲倒酒。 深夜,她深深紧抱着母亲亲吻母亲的眼睛,接着和母亲发生了乱伦行为。 突然,船顶上天塌般地砸下了一个巨大的枪块。船身倾向一边,阿格里比纳被抛入了水中。 阿格里比纳善于游泳,她挣扎地游向了岸边,被路过的游船救起。 在被同行的渔夫救起后,阿格里比纳派遣她的奴隶去询问尼禄相关缘由。 随之,尼禄竟倒打一耙,诬陷该奴隶是奉母亲之命来刺杀皇帝的。 尼禄随即应变指使禁卫侍从到阿格里比纳的住所将其刺杀。 尼禄执政初期,国家方针由母亲协同尼禄的老师及顾问与禁卫军长官共同决定。 他们与元老院阶级合作,维持前朝的政策,在首都举办希腊式的赛会,并取消包税人的科捐与奴隶拍卖税。此时,罗马帝国景象十分繁荣。 在位早年的尼禄完全以开明君主的模样示人,例如热情地参与公共事务,还不忘以极低的姿态面对人民和下属, 常常亲自首扶盾牌与禁卫军士兵一起操练,并允许群众前来观看。当帝国决定开决希腊半岛的科林斯地下,尼禄还亲自用锄动弓,并挑走挖出来的第一框土。 早期尼禄以仁慈谨和慷慨而著称,刚刚登基就给每位罗马城市的市民发放400铜币,此后还每天随机给群众发放各式各样的礼物,除粮食、衣服和牲畜外,甚至包括金银珠宝和房产。 对于有很大影响力的禁卫军士兵,也会按月发放免费的面包,还不忘替落魄的元老议员发放年薪以表彰他们曾经的贡献。 为了显示自己的慷慨,尼禄一度下令免除那些拖欠国库的税款,也取消了4%比例的购买奴隶税。 还不忘出资替老兵殖民城建造巨大的港口,并给首都居民建造浴场和体育场。 还出钱豁免了法院旁听席的费用,以便群众更好地参与司法审判。 在司法方面,尼禄也不滥用其司法和立法的特权,反而改良了不少司法程序。 他让控辩双方轮流辩论,避免咄咄逼人一方靠口舌获得绝对的优势。 在征求陪审团意见时,也要求以书面方式成递,并避免公开讨论,保障每个人的意见不受他人的影响。 此外,尼禄还发明了对付伪造遗嘱的方法。 在他大权独揽之后,尼禄很快彻底膨胀起来,对于元老贵族的崇敬逐渐淡灭。 他强迫元老议员亲自参加决斗比赛。 他还藏在深夜走出宫殿,混迹于茶楼酒市。 一旦醉酒,便会肆意攻击毆打路人和打闸商店。 最后发展到在听戏时参与观众斗殴,甚至猥亵了一位元老议员的妻子。 和所有少年一样,尼禄也曾有过自己的爱好,但母亲就不让她读心爱的哲学。 老师又不准她看其他演说家的作品,最后尼禄沉浸在骑马作诗、歌唱和表演中,并希望成为一个取悦大众的名人。 为了尽可能地表现自己,尼禄还乐于到处演唱,起初她不愿意动用权力去破坏规则,坚持抄牵决定表演顺序。 但一旦遇到了她起舞相当的对手,就马上采用背后诋毁和行贿的方式来赢得竞争。 在获得歌唱比赛的奖项后,又小气地将其他优胜者的塑像都丢入了厕所。 直到发现她的演出被人们听验,就大发雷霆地命令人去关闭剧院的大门,要求观众不听完不准走人。 闹到有人靠装饰才被抬离现场,更有孕妇被迫在剧院生下了孩子。 尼禄最荒唐的表演还是发生在奥运会上。 这位皇帝亲临现场准备以普通选手的身份抽战,参加包括跑步和赛车在内的全部项目。 结果,无论是自己第几个抵达终点都不影响希腊裁判授予她至高无上的桂冠。 整场奥运会的奖项也都被她收入了囊中。奥运奖金成为她不受元老院监督使用的小金库。 尼禄将自己霸气延伸到私生活领域。 年轻的皇帝很快就传出各式各样的通奸绯闻,遇到对方不从便采取了强制措施,最后发展到不惜杀害他人丈夫的地步。 公元65年,一次暗杀他的行动彻底泄露。尼禄随即将所有参与者判处死刑,许多无辜者也惨遭牵连。 尼禄扩大了打击面,整肃了一击,让罗马上层阶级随时感受到皇帝的恐怖同志。尼禄阉割了一个小男孩,并按照通常的仪式举办了婚礼。 当时有这样一句讽刺的话说道,如果尼禄的父亲也有这样一个妻子,世界就服气了。 公元64年7月17日,罗马发生大火,据当时的留言所称,众活者应该是尼禄皇帝本人。 其原因是尼禄欲扩建宫殿,尼禄听闻有人怀疑是他本人暗地众活。 为了不使传言扩大,他宣称这场灾难是基督教徒的阴谋。 于是他下令逮捕基督教徒,公开地将他们残忍地折磨致死。尼禄的恐怖同志激起了元老院议员的反对,人民也奋起反抗。 尼禄的雕像被玷污,墙上出现咒骂他的图写。公元68年,高鲁总督和西班牙总督联手,以拯救人类为口号,举兵起义很快被平息。 但此时首都罗马遥言士气,人们听说,从亚历山大运来的不是米粮,而是决斗式表演用的沙子,便群起暴动。 尼禄以为高鲁和西班牙都已经成功地叛离。尼禄要求宫廷卫队帮他逃走,却遭到了拒绝。他写了一封信,请求人民宽恕他,但他不敢走出宫廷,将信交给人民。 最后,他在半夜带着几个仆人骑马落荒而逃,打算逃到东方。元老院得知尼禄离开之后,立刻宣布尼禄为人民公敌。 相传尼禄当时面对如此的窘境,不愿意可耻地被手下凌辱,所以决定自杀,但是他又十分怕死,数次拿起利刃,却不敢往胸膛上刺。 他正在躊躇地哭泣的时候,一旁的仆人看得不耐烦了,于是替他把刀推了进去。 尼禄就这样结束了声明,元老院得知尼禄的死讯后决议,凡是尼禄的雕像、碑文、建筑物上的名刻,都必须加以销毁或者抹除。